臭臭的味道 留著長髮 擁有一雙水汪汪大眼 外貌清秀漂亮 她就是三重滅門案的二女兒 陳姓死者 經常在臉書上 PO出自拍照分享生活 自稱就讀高職的室內設計科 2015年開始 在日式運動酒吧工作 和前夫離婚後又生了一個孩子 去年跟張姓男子再婚 如今卻和富不祥的孩子 一同喪命 鄰居透露男童過年後 臉上出現瘀青 鄰居還有關心要不要報警 媚婿疑似涉嫌虐待 目前被警方列為重嫌 當時張姓女婿浑身咽味 要離開居住地時 造了一輛白牌車 搭乘的車資約幾百元 但她卻大方的跟問獎說 不用走了 搭車畫面曝光 問獎只記得把人載到半橋火車站 不排除媚婿下車後 搭大眾交通運輸逃往南部 另外有水族館員工稱 五月五號張姓男子請他 帶水桶到家裡洗漁缸 當下只記得房門都關著 有聞到惡臭 但以為是死餘味 現在警方懷疑若真的是媚婿痛下殺手 不排除是未錢犯案 第一位我媽媽才知道說 因為這個男生有跟媽媽借人一筆錢 借了四十萬 我很生氣我就說 為什麼你要這樣去借人家錢 起底這名張姓媚婿過去有詐欺前科 目前遭通緝 人尚未出境 先前把帳戶賣給詐騙集團 目前被列為警示帳戶 為什麼媽媽那時候手機 還要拿給我們看說 因為她一直收到一些奇怪的 就是貸款的垂腳簡訊 可是垂腳的名字不是她 是那個男生的名字 就是妹妹的配合 張姓媚婿疑似在外欠債累累 警方剛在台中帶到人 這起三死滅門案 是她所謂還是另有引擎 得等她開口吐石 讓真相水落石出 三地新聞陳一響 林雲鈞